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松敬青左跑的发明人郭群峰 今天 特别来讲一个非常 好的题目就是如何来改善 膝盖 脚踝脚底筋膜炎 肩颈算痛的一个好转绝招 这个绝招呢 今天呢彻底的公布 由于我已经教学了这方面 大约10年到15年了 整理的过去15年的经验 今天做一个总结 彻底的公布 如何利用 送进青左跑来提升量子能 以至于能够改善 脚踝脚底筋膜炎 膝盖酸痛肩颈酸痛的等等的问题 能够来改善全身 由于 啊量子能的提升 我们身体的各方面 都可以逐一的改善 最主要关键就是因为量子能呢 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循环 古人呢叫做 齐精八脉叫做经络 现在的科学叫做量子信息量子能 这个信息呢是一个高速的网络 它是一个曲线式的 现科学叫做劳场 因为我们人体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水分 而水分是凌结量子能 劳场的主要的关键元素 能够传递的速度呢 超过了光速的百万倍 而且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灵是合一的 所以呢能够做一个心物合一 跟我们的心态意识完全关联 心理开心就会健康 心理混乱 焦焦焦焦焦焦焦 紧张 我们的身体量子能就会下降 这量子能中心就在我们人体脑架 水体的夏氏秋 啊松果体 那跟我们的内温命系统 神经系统完全关联 也跟我们性能代谢完全的关联 量子能提升就我们身体就会有 有次序化 调理化包括神经脑部还有组织器官啊 都能够啊完全的联合 特别是跟现在最有有名的研究 就是干细胞 而干细胞的最里面 最浅显的就是潜能在生母 细胞能够醒过来 身体就能够修复在身 啊这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啊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真是啊 非常的庞庞大还多 好现在我们的讲的内容就是说 量子能的提升啊 经过了清索跑的的利用 好好的利用在各方面 膝盖关节脚踝关节都可以改善 啊那需要的是空灵我们的手背 畅通全身啊 手脚合一的弹动量子能呢 油串前身以至于从脚底筋膜炎 一直到脑部到肩颈 给我们可以改善 我们现在开始来说明讲解 很多人哦 膝盖关节退化非常严重 太普遍了哦 百分之 40岁以上的人 百分之50 都有膝盖退化问题 啊 台湾就是膝盖退化 其实是 这个证明来讲是错的 膝盖不是退化 是变形 是什么 是破坏 可以再生 可以护原的 啊现在讲什么破坏的法 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心肝害致就好了 这么简单 啊如果膝盖这样粘不住呢 摸着东西 心肝害致就好了 这么简单 光这样就会好 啊这样会增加关节液啊 然后呢重量的脚合根 是关键的重量的脚合根 啊这样就会好了 啊这样子呢 这个膝盖自己会破坏的 这么简单 啊现在讲说如果万一膝盖呢 哎呃好痛啊站不住 这样子坐着 荡的就好了 啊这样荡呢一个月两个月就好光光了 因为你会增加关节液 这样荡就会增加关节液了 然后看第一次这样荡就好了 这么简单 啊好那再来讲说效果怎么样 我妈妈十年前八十岁 现在九十岁超过 她呢那时候呢是爬楼梯 四脚爬楼梯不能爬 屁股坐楼梯 铺着一个布 这样子上下都是铺的布都是坐楼梯的 啊她要换能功关节 我跟她讲我教你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啊不用好去换能功关节 她听我的话好了 啊不用到现在十年后呢 好好的还可以爬山 还可以骑脚踏车 所以人的复原能力很强 关键就是不要去刺激 这个动作一定脚跟 脚尖会刺激 脚尖这样一踩马上顶到膝盖 所以不要用脚尖 脚跟呢会顶到大腿 脚尖呢顶到小腿 脚尖这里硬帮帮 脚跟软的 脚尖硬的 所以不要用脚尖 效果非常强 我已经叫过很多人 膝盖退化了 我跟他打赌 如果没有 三个月没有好给你一万 那些人各个都好 而这一招呢 这一招这么简单 连中风的很多人跑不了的 这样就好了 心甘爱救 当然我针对的都在教那个 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的 如果让他膝盖好回来 人人有效只要他愿意 而且会帮助他补质增生 太容易了 太好学又太容易了 针对是一百岁的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 已经进入老人社会了啦 那么年纪大的人太多了 那年轻人又小又少 那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这些年纪 年纪大的人 这样子我们不但是做善事 而且还为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有更好的潜伏方法 非常简单 这个慢慢提升内在气 气运行全身 任度慢慢容易打通 现在呢 我这个在做的是心甘爱救 弹息当手 这个是第一个 一定要在脚后跟 重量在脚后跟才有效 没有在脚后跟就没有效了 如果这脚尖就没有了 一般人跑步用脚尖 第一个身体前勤 跨 该臂 鼠息部 弯曲 身体前勤 十五度以上 现在大约是三十度 一下虚空 手掌 隔壁身 只放松 那如果是单腿 就是这样 双垂 膝盖 这个 脚后跟没有抬起就这样 脚后跟抬起就这样 是原地 如果走路呢 小走路 轻走 轻姐比较轻 轻轻的 排毒 今天这样会排毒 所以是轻轻的走 不只是轻松的轻 也是轻姐的轻 原地 现在走路 现在跑 轻松左跑 小步 多小步 一步才一公分 两公分三公分 十公分 还都可以 看人 现在很多人 这样子跑以后呢 什么时候最好 下雨天 下雨天穿雨衣带安全帽 去外面跑 因为外面的空气清新 没有 这个PM2.5都没有 空气最干净 那当然呢 如果你认的时候 现在空气都污染 所以最好的时间就是 就是在 户外的下雨天 就第一名 那其他的日子都可以 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跑的时候呢 是稀短不长 那你氧气量会大 这样子你的氧气量会大 心脏会好转 心脏越来越有力 越来越有电 那这样子呢 这样跑 每次一小时 最好目标一小时 你没有耐力 你就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和四十五分钟不一样 三十分钟能量如果一 四十分钟能量二 五十五分钟能量 变成二点五或者四三 就是达到一小时的左右 那时候能量最大 所以但是很多人没有力气嘛 当然 需要练你的大腿力 现在都是在大腿力 这一招呢 就是打通你的这个 阴巧阳巧阴尾阳尾 这一招最厉害的点 就是容易打通脾筋和膀胱筋 所以减肥很有效 这招减肥超有效 原因就是打通脾筋和膀胱筋 膝盖的部分都可以做调底就对了 这一招对膝盖帮助极大 里面呢 有意念呢 才会一气左前身 那一气贯穿 第一个就是摆胃气上身 一般来讲就是丁的头走路 是每秒钟的意念 这样呢 培养我们的内宅气 就是肚脉会通 那气呢 从脚底脚后跟开始 每秒钟的脚后跟 一个人如果是说用脚尖 然后吸收断掉 一定是脚后跟的 随时要每一秒钟 不管我从走路是脚后跟 有了脚后跟 没有了脚后跟 一辈子不可能骨质疏 他的骨质因为健壮 每一股都要脚后跟 轻轻落地 重量你一定脚后跟 然后不可能骨质疏 不可能存在 那第二个 载会去上升 第三个 这边 肩膀要往外开掌 就是往外掌 左右开掌 放下来呢 还是一样左右开掌 这样你的肩膀就不可能有时间 这是一定要什么 这个气要打通 一定要延展 所以上下延展 左右延展 左右延展 好 现在你看 身体前裙 后背围前直 一样啊 会先上升 然后呢 后地身份加好跟 你看 为什么打开呢 就是这左右延展 你这样走路 就是这个美人手 合并生息后放充 合并用力 力一样要放掉 收掉 收掉不是这样啊 这样是没有生 一定要生 生 生了以后呢 才会起到时间 所以合并生 只放松 松到有后 有色物线啊 停尿的话 这样跨了 要快点 那你的停尿就一定好 一定好的 百分之百 为什么呢 是这里 这里打通 好 停尿的人是这里 没有通 这里打通 停尿就好 好 这个庞之末节就是 明朝末年 张三公说 愿天下英雄 延连一兽 不传记忆之末 末就是什么 惟宫小宫 末宫虚宫 没有价值 这样 没有价值 为什么没有价值 为什么守的 守不是有 魏金 心金 心包金 大肠金 小肠金 三胶金 你练这些金脉 你练这些金脉 好是好 莫功莫招 微招小招 益处不大 益处有 不大 永远 永远不通 原因 我们身体要 能够气打通 关键 就是 督脉 督脉要先通 任脉才会通 督脉要通之前 督脉已经通到这里 脚有阴桥阳桥 阴尾阳尾 这个就是七经八卖 为什么 中国功夫都是战装 就是为了把这些气打通 当然 年纪大 不要蹲那么低 因为 你当然就伤膝盖 而且啊 伤心脏 所以不要像年轻人 哦 四瓶大麻 练战装 不要 年纪大 就是练糟糕的 这样子呢 就是为了通 这个 阴桥阳桥 阴尾阳尾 来帮助这 督脉打通 如果这样 身体前勤 这样后背 气容易打通 后背这里 气容易通 这里关键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呢 督脉通 然后 任脉才会通 哦 那当然 一个中脉通 冲脉通 百贵穴到 贵阴穴才会通 这个才是根本 根本一定从脚底 哦 开始 脚底是脚后跟 涌从涌前穴 然后到脚后跟开始 为什么脚后跟很重要 因为 古人啊 从子 孟子 孟子 孟子说 以子仰气 那庄子说 凡人之习以猴 真人之习以种 脚后跟 那凡人的气息就是猴 就是讲肺部 那真人之习呢 大家以为在这里 真人之习在哪里脚后跟 也就是根本的脚后跟 就是 阴桥阳桥的 都是在脚后跟 当然就连到了 我们的脚的气在哪里 就从脚的 那种前穴 和脚后跟中间 跑来跑去 这就是脚后跟的气 脚的气 就是在那里 也就是阴桥阳桥 阴尾阳尾 这四个 这四个 齐金八卖 通连到 上面 就是后背的督脉 这才是根本 所以一直练这个 啊这个 这个都是 旁之末节 所以 平甩弓 平甩弓 那甩手 甩手是 是连大 实际上 甩手弓的关键 就是在 蹲起蹲起 就是脚后跟 如果没有蹲起蹲起 手的气就微弱了 微弱了 所以 不要一直在喜欢 练练这个 这种弓了 要什么 练脚后跟 好 那这个肩膀 肩膀要怎么好 肩膀 我们这脖子 晒住 脖子晒住 要怎么办 肩膀打开 肩膀打开呢 肩膀 这肩膀打开 这个肩上 刚上肌才会松开 算是松开 颈部才会松开 才会通 这时候呢 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 就是这里 这里 这里呢 要不能往前倾 要往后退 这肩膀的肩头 肩头这个肌肉 要不能往前倾 要怎么办 要往后退 然后再来 第二个 往外开展 外开展 然后呢 手肘再 收回来 好 你看哦 这里往后退 第二个 往外展 第三 手肘 要往 往左右开 左右开 不是往后 手肘不是往后 手肘 往前移 就是往左右开 肩膀这里 后退 然后开展 然后手肘 往前往前移 手肘往前移 哦 那这样子以后呢 当手 这个要实嘛 就是要关键在里 领悟 这个领悟要怎么办呢 要随时每一秒 现在讲第三个关键 关键中的关键 就是好习惯 要怎么养成 要 想 想了以后呢 就定入这个思想 不断的做 时间拉长到变成每一秒 也就是你要从 从刻意的做到 变成每一秒做 就是说 我现在想想想 想到后来变成 没有想也在做 这个手的动作 都是每一秒 变成每一秒 好你看弧度有多大 很大的哦 好 一 盪起来 一 盪起来 一 盪起来 这个左手 这边的肩膀是空的 完全没抓住 肌肉怎么松开了 但不是手在动 手是零 完全像绳子 完全没有手的肌肉存在 这空掉的 是灵活的 空掉的 就是空灵 虚空灵活 压去 弹起来 压右腿 弹左手 压弹 压弹 压 盪起 压 盪起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 所以这个空灵 就是肩膀打开 往外开展 肩膀 手左往外开展 肩膀往外开展 两只手都可以盪 如果你看我现在 两只手 两只脚盪 两只手 你看这样子 压去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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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只脚同时压 同时弹 一 二 三 所以呢 是很容易当的 空灵 就是没有用手去 来控制 手不动 是什么 是腿动 腿动带手 右腿带右手 是往后对 右腿带 左手呢 是往前进 这个手呢 伸长 然后这个气呢 比较远又长 这时候手呢 我先讲没有抬 讲第二种 就是右抬手 好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手是空的 手是打开 然后伸直 伸直 然后呢 气到指尖 这样的话呢 就是弹动 膝盖 脚踝弹动 那就是九七 九七珠 里面呢 就是 就是 踝膝 跨 腰肩 腰肩 肩肘腕 九七珠 也就是说里面就是什么 踝 膝 跨 不对 讲错了 踝 膝 跨 再来腰椎 颈 胸 三段 再肩肘腕 肩肘腕 那合起来就九个弯曲呢 都要让他 都要让他 打通 而且九七珠的地方呢 都要伸直 伸直 你看这九个地方 最容易塞住的地方 现在这样的关键在脚踝弹动 你看脚踝弹弹弹弹弹 弹呢不是 下去去预备 弹上来就是弹 上来就是弹 用脚跟 脚跟发劲 不是像跳绳 是脚尖发劲 我们不是 我们是脚跟发劲 的过程啊 当我现在手伸 我现在呢 现在我这样当呢 就是手没有空 手放空的 手放空 你看我这样手放空 我身体停 手就停了 我再来 我这样子 你看我 身体停 手就停了 这手 手是放空的 可是现在我讲了一个 现在我现在手放空 完全是什么 脚跟发劲 现在我讲一个 更厉害的 就是手伸长以后气更强 然后呢 气更强的方法啊 那就是这样说伸长 是什么 提起来 手手提起来 放下去一半 到这里的时候 脚就什么 弹上 预备 就是手提起来 这是预备 好 放下去一半 也是 放下去一半 也是预备 好 开始 脚上来 手也上来 好 这是 这能量 就从脚跟 经过 一条两条 一维扬 然后经过 经过 肚脉 然后手上 然后 心軸刨里面的 微小化 专治脚底筋膜炎 好 这个呢 脚底筋膜炎 非常的困难 那这招呢 是自脚底筋膜炎的最高绝招了 绝招 一定好 可是大家都听不懂 所以先要把他 讲细到极点 好 现在我们呢 本来是这样 是身体前勤 后背完全直 你一下虚空 重量 再脚后分 脚后分 脚后分 现在呢 手掌合并伸直放松 肚子要一公分 一公分 而且啊 没有抬起来 要拖着地走路 拖 因为他已经太痛了 所以呢 如何让他好 就是唯物其微 唯物其微听不懂 就是毫无勉强 毫无勉强 还是听不懂 那就是讲一公分 一公分 一公分 那这样子重心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重心而已 可是脚呢 没有抬起来 脚快要抬起来了 往前拖一点点 就移到右边 拖一点点 一公分而已 真的是一公分 用此来讲 真的是一公分 侧面 你看 你看 你看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你看这手 这手没有动啊 这手是没动 是身体摇 有手 身体摇有手 好 那这个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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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呼其微 等于零 几乎等于零 0.001 所以呢 你看 你真的来讲 真的是一公分 而且还0.5公分 好 微呼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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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重量在脚后跟 然后呢 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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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积末 真的是一公分 我说一公分 大家都不相信 要真的拿起来量 真的是0.5公分到一公分 油汉没有之间 就是0.01 0.01 0.001 几乎是没有了 所以脚掌没有 头没有离地 就是 拖着往前走 移过来 拖着往前走 移过来 拖着往前走 所以脚跟没离地 脚掌没离地 就是松开 叫脚掌松开 快要离地 往前移 快要离开了 又往前移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练微呼其微 好 现在讲 关于这个是手 脚 现在脚 有已经膝盖痛 脚踝痛 脚底筋膜炎 怎么办呢 那我讲的内容 都是很玄 听不懂 就是关于脚底 如海绵 就是脚底像海绵一样 轻得不得了 弱不及轻 轻到不可能再轻 微呼其微 力量 省之又省 小之又小 然后呢 这样子垫 如果是脚底筋膜炎 就这样垫 脚底筋膜炎 最严重的脚底筋膜炎 最严重的脚白受损 就会这样子 一碰就颠到 一碰就颠到 极为小 那这样呢 颠到慢慢的可以放下 脚尖可以放下 慢慢的脚掌可以放下 那可能的时间 有时候五分钟 有时候十分钟 不一定 要看严重的程度 好 那已经好到一个地步了 就开始可以练走路了 这时候走路的时候呢 是什么 挤小步 然后呢 重量移到左脚 小步 极轻 极轻 按移重量移到左脚 所以呢 这个小步划是很小 小只有一公分 只有 0.01公分 极小 然后重量呢 好 移到左脚 那这样的结果是这样 三个短 第一个 时间短 右脚很短 左脚很长 右脚时间短 左脚很长 再重量 右脚极轻 左脚很重 然后呢 再来就是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你看 快 1.2 1.2 好 来 这个短时间短 你看右脚很短 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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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右脚时间短 右脚很轻 右脚距离很短 右脚重量很轻 所以三个轻 三个短 好 来三个轻 第一个 距离小 距离短 长 短 长 时间 短 长 短 长 重量 短 长 短 长 这是三个方向